好,我們已經程式寫完了 特別注意,剛剛同學寫輸出 不過有同學是寫這樣 就是他這個地方 輸出,假設你就寫這樣,09多少 那把它執行的話,你會發現 有4,剛剛 這撿到後面了 類似像這樣 如果你剛剛打輸入的時候 假如說執行的時候 只有輸入到前面的話 它0會不見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輸入的都是數字 那都是數字,我想各位有遇過吧 如果你都是數字,像那個 手機號碼,0就會自動 把它去掉 除非說你是一個文字 那後面的話,如果你在加上 減的符號的話,那就 基本上當然就會把它當成是文字來看待 所以剛剛同學 第一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有同學問說 這個103 我們是自己看的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不是固定的 可能會需要自動去追蹤 到底哪一列 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 所以我想再來 後面再來看 因為這個加上去可能又更複雜 所以基本上執行它 那這個地方就完成 不過如果直接在這邊執行 其實感覺不是很方便 所以如果未來 我做完這兩個程序之後 門號跟清除 那我希望在這邊做兩個 兩個按鈕 那按鈕要怎麼去做 其實 先把這個先清除好了 清除就按Delete鍵就OK 那怎麼樣加上那個按鈕 其實加按鈕的方法 一樣從開發人員 裡面你可以找到 Video Basic 往右邊找到一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 裡面會有個按鈕 好你就找這個按鈕 按下它 接下來呢 有點像Photoshop 那個拖拉這個 反正就是把它當繪圖一樣 畫一個什麼 畫一個拖拉到右下角放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問你說 你對應的是哪一個聚集 其實聚集就是程序 這個程序我們就對應到門號 那順便請你把這個門號兩個字 也複製一下 好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呢 待會你要輸入那個門號兩個字 那有時候我比較懶 直接貼上就好了 OK 差別在這裡 當然不然你如果不複製貼上 你就自己打門號兩個字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再換下一個 那不過特別注意 你在換下一個清除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如果再拉第二個 會有幾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可能大小不一啦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可能第二個按鈕 我不會重新再插入 我會用這個 複製它 再點旁邊一下 把它貼上 這樣不就一樣大 可是問題上面的名稱不一樣嗎 沒關係啊 按右鍵 重新指定就好了 指定清除 Ctrl C 這樣不就好了 這樣的話兩個大小一樣 OK 另外它這個還有功能是 比如說你位置 不一致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按Ctrl鍵選取 上面有個格式 格式可以讓你對齊 有沒有 不過前提是 你這兩個要一起選起來 按Ctrl鍵 上面可以怎麼 可以讓你 比如說靠左對齊等等的 其他這些有相關的設定 可以讓你做進一步的設定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格式 在Excel的2010以後才有這個功能 2007以前沒有 OK 所以特別注意 好 那做完之後我們再來執行它 這個門號按下它 執行了 清除 完成 不過你會想說 之前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我這個按鈕 我不希望這麼實版版的 這樣好像有點太正式了 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其實特別注意 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圖力 或者是說圖片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拿來當成是執行按鈕 那這個地方比如說我以一個笑臉來看 旁邊如果你要執行門號 然後你可以換一個顏色 然後這個時候有沒有 按右鍵 指定聚集有沒有看到 門號 那如果說我還是一樣 圖力這邊有個圖案 假如說我用這個 當成是清除 顏色的話 也許我把它改成紅色的 按右鍵 一樣可以指定聚集 門號 清除 OK 這邊可不可以執行 可以執行 其實像那個圖案 或者是圖片 其實都可以 沒有說一定固定一定要 只是說這個方式比較正式一些些 看起來好像 比較一般性就會用這一個 那之前有同學是說 因為他不想要讓別人知道說他 他有做了什麼機關 比如說他不想讓老闆知道說他已經做完了 他希望下班前再按一下就好了 所以他有可能把這個按鈕放在比較角落的地方 比如說也許是放在旁邊 這邊 然後呢當下班前 移過來呢 再把它按一下 然後再把它輸出列印出去再交給老闆 或者之類的 當然你這樣子就沒有讓人家可以知道 甚至你平常開發人員就趕快先把它關掉一下 不要讓人家知道你會開發人員 因為其實職場上就是能者多勞嘛 是不是 做越那個 會越多的人 那事情做越多了 所以如果 職場上也是大家 OK 所以 就是也 不要太高調 但也不要太低調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用很多種方式 插入這個表帶按鈕 或者是插入裡面的圖例裡面的這個 其實甚至是線上圖案圖片其實都可以 好啊 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增加那個按鈕的方式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一下 好 如何在那個 Excel裡面 把你剛剛的那個Sub程式 用那個按鈕的方式執行 OK 那其實 到底需不需一定 是不是一定要按鈕呢 其實倒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說 假設我只是想要把資料做完 我要那個資料的結果 而且是for我自己用的話 其實有沒有按鈕其實並不重要 只是說這個地方 如果將來你需要給別人去使用你的 某個功能 那當然你需要給他一個按鈕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做 可以試試看 再一次 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